I think China has a very strong long-term economic prospect and I think it's gaining momentum now post-pandemic 6月25日至27日 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政年会在大连举行 论坛期间嘉宾畅谈经济话题 热议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在金锐基金创始人兼CEO乔纳森·金锐看来 中国积极践行改革开放 吸引全球资本来化投资 随着中国消费者变得更加富有 消费潜力将进一步增大 克兰特斯亚洲区主席兼中国首席代表隆迪表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 西方国家应避免与中国对抗 只有合作才能共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杜道明表示 警告我们还要看下半年的经济发展情况 但总体而言 中国经济正在朝着更为积极的方向发展 中国国家产白显示威国安防法通计 希望中国国家的经济美国美国安防法通话 这个是一个大量的数量 因为所有欧洲与中国美国安防法通话 都在美国安防法通话 都不在这种位置上 所以这些终于我们应该当时 美国安防法通话 当然也需要失去确议 而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必须看 究一个第二半的年期 但是我認為這些都是正確的消息 針對中國經濟見頂論的荒謬說法 杜當明指出 悲觀消極是某些經濟學家的天性 國際公司有些東西要給予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共產生 事情會更新的更新的